针对美牛的问题 农委会协调了卫生署 房检局还有经济部 召开了跨部门的会议 是不是要扩大开放呢 主委陈宝基没有正面回应 不过他说 在这个美牛瘦肉精的部分呢 美国过去十几年当中 不管是家畜消费者 都没有中毒的案例 毒性是很低的 媒体进一步追问 这个意思呢 是不是想替瘦肉精来背书 陈宝基则是全面否认 首度为美牛召开跨部会会议 农委会主委陈宝基 话中有玄机 萊克多巴胺依照飼料添加物的 用途来使用 十几年来 相关的研究报告并没有 家畜中毒 或者是消费者因为食用 这些家畜的肉品 而造成人体中毒的报告 诈听之下很悬俗 但萊克多巴胺就是 美牛添加的瘦肉精 瘦肉精有分成三种 萊克多巴胺 沙丁安醇 以及克伦特罗 其中萊克多巴胺的毒性相对比较低 农委会强调这个版本的瘦肉精 十年来的研究报告当中 都没有中毒案例 背书意味很浓厚 首次召开的美牛会议就是替萊克多巴胺解套 但知名毒物专家林杰良吐槽 毒性低还是有毒 他会加重这心脏病 促进这心脏病的发作 本来你不吃含培林的肉品 你不会发作 但是因为你的有心脏血管疾病 你吃了培林肉品 心跳加快了 你可能会心肌梗塞 林杰良没受药 不忘记酸的酸 这场会议不适合他去参加 这个名单 其实这个名单不用看就知道了 他们的共同特色就是 是凡赞成 培林是没有任何的风险 而且没有任何的毒性存在 美牛大战开打 首场会议秀得出官方铺梗意味 研究底线什么事 才能够让民众最放心 郑大伯 综合报导